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呢,是Ajul课程的第八期 本期的主题呢,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创建资源 咱们今天呢,要在Ajul云端创建一个资源 创建什么资源?虚拟机 虚拟机就相当于咱们AWS里面的EC2一回事啊 咱们今天呢,要创建一个Windows 10的虚拟机 因为咱们用的是Ajul微软出品嘛,对吧 所以说,咱们呢,在创建Linux之前 首先,先创建微软首推的Windows 好吧,今天呢,咱们就创建一下 让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创建虚拟机资源Windows 10 显少叙,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今天呢,有两个工作要做 首先,咱们创建资源,对吧 创建Windows 10的虚拟机 然后呢,咱们连接虚拟机做动作确认 让咱们马上开始 咱们进入到操作步骤的环节 我呢,把咱们要创建虚拟机的选项 都放到了课件当中 咱们就一步一步的操作一下吧 首先,我考卖下我虚拟机的名称 我呢,就把它叫做 大家请看,口妈VM温时 好吗,咱们就叫做它 该怎么创建 咱们呢,进入到Azure的管理控制台 咱们呢,搜索虚拟机 当然了,我已经搜索过 在这地方可以看到 咱们呢,点击一下 大家请看,我现在呢 还没有任何的虚拟机 咱们呢,就创建一台 来选择创建第一个Azure的虚拟机 OK,大家请看 这个呢,是虚拟机的必要选项 首先,咱们选择个订阅 咱们呢,就用咱们建好的 深学Azure,没问题 然后资源组呢 咱们就用深学Azure的资源组 这个呢,是前几期 咱们都已经建过 好,虚拟机名称 口妈VM没问题 然后呢,在日本东区 创建使用是可用区选项 这个呢,相当于Amazon里面的Az纵 一回事啊 然后呢,可用区选 大家请看,Az纵嘛 纵一,纵二,纵三 哪个都可以 咱们今天呢,就选择纵一 OK,安全类型标准跳过去 咱们呢,要选择一个 这个叫什么,AMI AWS什么,叫AMI 在咱们Windows里面呢 叫做VM的类型 咱们呢,选择一个Win10 咱们选择查看所有镜像 好的,咱们在所有镜像里面 找到Win10,点击选择 大家请看,有好多的选择 居然有中文版本 对吧,咱们就选择Win10 Pro的中文版本 点击一下 OK,大家请看 这样的话,咱们不但创建Win10 而且创建是中文版本 这个呢,是AWS没有的功能 这个呢,只有啊,就有中存在哦 好,接下来虚拟机大小 现在这个呢,有点贵 咱们选择大小 先把推荐您选择这个BSR 相对呢,比较便宜 而且呢,4G内存足够咱们使用 好吧,选择一下 OK,正在加载价格 一个月呢,应该是40美金左右 大家请看,39 没有任何的问题 接下来,咱们呢 创建完虚拟机之后 因为是Windows,咱们呢,要通过RDP协议 远端连接上去 咱们呢,在这个地方 需要指定一下用户名和密码 我呢,给您准备好 咱们就叫做本地管理员LC Admin 然后呢,密码呢 它有个安全要求 咱们就叫做这么一大长串 好吧,OK 有大消息和数字要求 然后呢,确认密码也是它 是这样啊 今后的课程中 小马呢,会给您像AWS一样 给您讲解如何设计网络 如何设计网络安全组 今天呢,小马是为了给您做快速演示 所以说,咱们呢 也不创建网络 也不规划什么安全组 咱们呢,就直接利用默认3389规则 进行创建 选择一下Windows授权 今后呢,小马会课程中 给您严格的规划 该如何的设计咱们网络 和AWS呢,保持一致 好吧 让您在生产环境中 达到最安全的网络 这个是咱们今后的课程咯 好,选择下一步磁盘 磁盘真的是比较贵 所以说,咱们呢 要选择标准的SSD 相对比较便宜 这个高级SSD真的是非常贵 所以说,希望您选择标准的 当然了,在生产环境中 根据您客户的需求 选择高级也是没有问题哦 好,接下来做一个确认 没有任何改变下一步网络 咱们呢,因为是新建虚拟机 所以说呢,保持默认设置 今后小码呢,会给您规划 这些个虚拟网络 好,默认的安全组打开3389 为了咱们远端连接上去 同时这要check上 就是说,如果我把虚拟机删除时 那么呢,它会把供应IP和网卡呢 一并删除掉 OK,其他的呢,保持不动 负载进行器呢,选择无 负载进行器呢,小码也会专门给大家讲解哦 好,其他的呢,咱们保持不动 Ajulad是今后小码重点给您讲解的课程 如果您要想参加Ajul的考试 Ajulad的知识呢,必不可少 小码呢,会重点给大家讲解 好,咱们选择下一步 今后的课程,咱们呢,先做一点小小的剧透 好,自定义数据 这个相当于EC2里面的用户数据保持不动 保持不动值吧 好,给个标签是个好习惯 小码说过一百遍 标签就叫做咱们这个 COMA VM文10算了 Ctrl C 放置过来 这样的话呢,它会同时标记这些个资源 好吧,OK 咱们做一下查看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OK 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不过是给大家报个警告 RDP呢,对英特兰的开放 大家都可以连接上来 这个呢,今后咱们的生产行中 肯定不会让它发生哦 好,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咱们呢,就选择创建 创建呢,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咱们呢,在等待它创建的时候 给您再做一个小小的知识点的介绍 是这样 一会儿,虚拟机创建完成之后 它呢,会暴露3389端口 也就是说,咱们可以通过微软的 远程桌面呢,连接上去 因为小马本地呢,使用的是MacOS版本 所以说,我提前安装好了 微软公司的远程桌面 给您看一下吧 大家请看,我呢,已经通过 Apple Store呢,安装了一下 微软的远程桌面的软件 这样的话,咱们呢,一会儿就通过这个软件 可以连接到远端的Windows服务器 好不好,一会儿呢,咱们都做一个尝试 好,回到咱们啊,就有了目前呢,还在部署 这个部署呢,要花一点时间 咱们大家就等一会儿吧 好的,大家请看 经过了一段短暂的等待 咱们呢,部署完成 不过呢,咱们还是通过虚拟机的方式呢 看一下这台主机 对吧,已经正式建立 咱们点击一下 然后干什么 虚拟机已经运行在Azure云端 咱们呢,需要连接它 该怎么连接 咱们选择连接 当然了,咱们可以先选择左边菜单条的连接 好吧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会有一个下载RDP文件 是这样啊 Azure呢,会给咱们设置好一个 RDP文件 包括连接的IP是多少 包括端口呢 都给咱们自动设置好 咱们如果想连接这台主机的话 咱们只要去点击下下载RDP文件 把它下载到本地就可以了 我现在呢,已经下载成功 那么如果不出问题的话 大家请看 咱们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微软远程桌面呢 连接上它 该怎么连接 因为我是Mac版 咱们呢,就选择导入RDP文件 我呢,给您导入一下 大家请看 已经导入进来 就是这台虚拟机 那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咱们双击就可以连接上去 看起来是连接成功 咱们需要提供一个用户名口令 那么用户名口令呢 是咱们刚刚建立的 用户名本地管理员 输入上它 同时口令是什么 咱们已经刚刚输入过 对吧 就是这一大长串 口碑过来 好,然后呢 咱们选择继续 这样的话呢 就会连接到远端 咱们刚刚在Azure云端 建立的这台Windows10 大家请看 已经连接上 而且呢 是中文显示哦 不过呢 由于是第一次运行 可能呢 要花点时间 咱们大家就再等一会吧 好的 做一个隐私设置 咱们就直接选择接受 OK 大家请看 很快啊 咱们就进入到了 Azure的远端Windows的桌面 我把它先关掉 这样的话 咱们呢 就可以像使用本地Windows一样 去使用远端的Windows平台 您说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呢 小马呢 是非常喜欢 Azure远端 给咱们提供的Windows桌面服务 所以说呢 也推荐给大家 如果您本地 并不想安装Windows 但是又想使用Windows的话 该怎么办 就可以像小马这样 咱们呢 装一个远端的Windows呢 进行使用 也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您说 不是吗 OK 选择一下隐私的接受 看到呢 都是最新的新闻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好 咱们呢 把它关掉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像 只用本地Windows一样 直接把它关掉 也是完全的没有问题哦 选择电源关机 这样的话呢 就关掉了远端的Windows 一会儿呢 咱们再把它删除掉 一切呢 就都不复存在 这个呢 就是云端服务 给咱们带来的好处 您说 不是吗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小马 要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您发现 咱们使用Azure云端服务 建立一个远端的Windows 虚拟机的桌面 是多么的简单哦 咱们啦 优优独播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